习运小编了解到 做美国哈萨克斯坦试管着床失败或中途胎庭 流产或习惯性流产对姐妹们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 这是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 心理层面上的影响更深更远更可怕 下面我们来说说可能的原因 一 遗传因素 一 夫妻双方染色体异常 普通人群中这个发生率低 不到百分之一 如果反复胎停 染色体异常的概率增加到百分之五 所以反复胎停后 夫妻双方需要抽血检查染色体 二 胚胎本身的基因问题 只有一次胎停的女性中 百分之七十左右是胚胎本身基因异常 这属于大自然淘汰范围 跟夫妻双方年龄大 环境因素等有关 卵子老化是大龄姐妹头号杀手 因年纪增大出现的染色体变异 在女性三十五岁以上显得更为常见 在四十岁以后 这一变异的倾向更加厉害 几乎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变异 一般女性年龄大于三十五岁 卵子老化 一发生染色体不分离 导致染色体异常 精液异常 如大头畸形的精子多数为二倍体 受精后形成多倍体胚胎导致流产 这个需要胎停 轻宫出来的组织做胚胎基因芯片 或胎儿皮肤检查才能确定 这也就是第一次正常妊娠的女性 不需要额外保胎的原因 二 子宫畸形 子宫胚胎住的房子 有些女性子宫存在畸形 比如单脚子宫 双脚子宫或纵隔子宫等 但是目前更多的是 公腔年连 跟反复人工流产 感染有关 胚胎的生长空间不正常 无法发育可能导致胎停 三 严重感染 怀孕后发生感染 比如宫型虫感染 严重的肺炎 严重的尿路感染 发高烧等全身感染症状 可能会导致胎停 孕前孕后 应该避免吃胃煮熟的肉类海鲜等 避免接触土壤 即未打疫苗的猫猫 怀孕后有发热 咳嗽 皮疹等症状 一定要看相应科室 很多女性担心用药 而不敢去看医生 实不可取的 怀孕期全身的病毒和细菌的感染 对胎儿危害很大 四 内分泌失调 一 月经紊乱 正常月经 一般21到35天一个周期 七天内干净 如果周期不正常 或者超过七天不干净 可能提示排卵功能异常 这样胎停的概率增高 二 甲状腺功能异常 甲状腺疾病偏爱女性 比如甲状腺节节 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等 甲状腺功能不正常 胎停概率大大增加 三 血糖胰岛素异常 有些女性父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有三高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那么他血糖 胰岛素的有问题的概率会增加 超重 肥胖 不喜爱运动也会带来胰岛素高 血糖高 血脂高等问题 而这些都与胎停的发生有关 五 免疫功能异常 妊娠宫内的胚胎或胎儿实属同种一体移植 因为胎儿是父母的遗传物质的结合体和母体不可能完全相同 母胎间的免疫不适应而引起母体对胎儿的排斥 常见的自身免疫疾病为系统性红斑狼疮 硬皮病 混合性节地组织病 皮肌炎等 其次是生殖免疫的问题 如果我们自身带某种抗体 就有可能影响胚胎的发育 美国哈萨克斯坦试管免疫系统是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 它能够分辨自己人还是和外来入侵者 一旦发现外来入侵者 就会发起攻击 但有些人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会把人自身的一些成分当成分入侵者来进行攻击 比如有人听说过抗甲撞腺抗体 会把甲撞腺的正常成分当成一个外来物进行攻击 人体的成分有千千万 我们常常听说的抗精子抗体 抗卵巢抗体 抗子宫内膜抗体 抗灵质抗体等等 都是自身免疫出现了问题 六 血液供应差 美国哈萨克斯坦试管母体子宫 宫血不好 胎儿发育也会影响 雨性肥胖的 有血栓时的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 或者本身存在一些自身免疫疾病 这些都可能造成血液供应不通畅而导致胎庭 习运小编美国哈萨克斯坦试管说 如果发生流产 积极寻找原因 除了以上几种 还有些不明原因的胎庭 就是找不到病因的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胎庭真凶 让女性怀孕无忧 顺利晋级妈妈